2022年6月28日收盘了 下午走出一个单边上涨 而且这个单边上涨是针刀石枪干的 是子弹干上去的 你看下午成交量又放了一些 现在已经达到1220多亿 这个也算是一个次的 就是较高的这一个放量位置 那么今天下午或今天 没有这些个成交量的堆砌 大盘没有办法涨得这么好 那么大盘靠什么上去的呢 几个方面 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科技星国类的 看看半导体 芯片 这些东西都涨上天了 那么大家不明白 为什么它会突然间 一下子被拽起来 这回你就理解 背后有一个无形的手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只手 而且落在这科技星国上面呢 这不吗 咱们在昨天和今天早间早博报都强调了一个东西 就是外面不开了一些幺蛾子会 既期又是这个北约峰会 断着说你能听明白就行 连着说不允许 他们起什么幺蛾子 咱们现在这里面解读出来就是各方面还是对咱们的围啊 那么这个位置出现问题了 就是要对咱们怎么样 咱们每次都是出现一个反制 明白不 所以科技新国这一项是第一个站出来 这是属于力挺咱们大 那么现在这个问题 你瞧瞧我们从技术上再分析分析 网友问 直接给我单门私信的 说帮主 今天如果没有这个第一支撑位3364点 有效支撑 我今天就被甩下车了 他说你看这么多天 我就看着你这几个支撑位 我一直拿到了现在 没被甩下车 现在有很多人 现在在空仓也好 还是被迫被甩下车 涨一涨或者一震荡 被弄下去了 来我们先看今天震荡 今天这震幅是不是挺大的 对呀 今天这工件都已经破了3364点 但记得不 古邦在说今天早间还曾经 今天早间还在说 就说这个支撑位叫有效 必须得有效击穿 什么是有效击穿 就是收不上来 那收不上来的时候多了 所以因为收不上来 我们才得锁住利润嘛 他能收上来就可以 这个就不算有效击穿 在中午我们还强调 关键的问题是一点 这个支撑位是怎么来的 这个背后的逻辑 我在周日策略会呢 已经说得很轻 在这就不遂数 那么需要强调的一点 有人说你这个早间是怎么说的 看一眼啊 早间的文稿 这里是这么说 今天第一支撑位 3364点之上 只要趋势不破 就不下车 那朋友们啥叫趋势不破呀 就是在这个位置有效就可以 这就是趋势不破 如果按照这种趋势呢 这趋势现在这呢 对吧 趋势不破吗 上涨趋势良好 今天需要强调的 第一重要的就是支撑位 明天早间的支撑位 这些三个位置啊 全变了 我只计算出了一个 把这个先写在这上 明天支撑位已经不是3364了 是3377 等收盘以后 我会把第二支撑位 还有红金分割位 计算之后 重新写下来 然后明天早间 做早播报的时候 分享给大家 这都是无私的啊 就是大家就看着来就行了 如果没有这种支撑位的存在 是不是很多人 或者是说就包括我个人 也会被甩下车 只有说他们在这儿 才是一个数据逻辑支撑 因为很多人为什么踏空呢 或者是说很多人都提前下车 就是没有自己的一个交易体系 交易体系里面有几大规则原则 还有什么 重点的第一个就是支撑 支撑位置很重要 一旦说破了支撑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不破支撑 我们就拿着 这个不就是避免了被甩下车 你回头看看大盘从底下 4月27号涨到现在 是不是朋友 你已经多次上车下车 上车下车 是不是多次 为什么 就是没有交易体系里头 第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支撑 那么你要没有 不要紧 到股邦队来呢 无私的分享 因为这个市场上很大 我又不赚你们钱 所以呢 咱们呢都在一起分享挺好 只不过每个人用法不一样 就像我用法也不一样啊 对吧 不过我的用法都跟大家分享 好了 在这咱们就不卖关子 明天早间的时候 我会把第一第二 还有这个黄金分割位 重新排布 这个第一支撑位 就是这个了啊 不排布 那么第二 还有这黄金分割 都重新的数字重新规范 然后再分享给大家 看一下热点 热度值 跟我这个比来看啊 后面这 87度 已经够高了 上的掌停板 138甲 这个很好 因为上午的时候 才有这个93甲 像下午的一些个 像券商啊 又再次启动一下 整车呀 尤其咱们说的就是科技新国类的 还有咱们 现在就是主线啊 今年的主线是什么 新能源 为什么是新能源呢 因为咱们现在搞的不就是双碳经济吗 碳中和碳大风还记得不 这是几年来咱们喊的最大的口号 所以今年这个碳中和碳大风的第一个桥头堡 就是新能源 新能源是主线 这个东西是高层定的 不是你我定的 好 那么今天还动的一些像有色呀 和包括消费电子啊 光伏啊 所有这些在上涨的时候 可能还有人在说 说你看大盘今天又涨这么多 可是呢 我手里的东西不对劲 没配置好 没配置好不要紧呢 可以四处你抄一抄作业 包括我这个每天不都 正常的都讲吗 那我们再看这 下午的时候 宁王变了 宁王中午收盘的时候 都快跌到三个点 现在呢收服了两个点 尾盘收盘 现在呢收服了大多数 所以就是在这种歌舞升平的情况下 朋友们 我们一定不能齐胜不顾家 明白啥意思不 就在这个位置千万要记住 这儿还有0.32个跳空缺口 下面这儿还有2.8跳空缺口呢 这都需要回补 那么回补 什么逻辑回补 咱们就不把这些东西展开说 就记得这是一个位置 那么现在我缩小一点 大家看 上方有没有压力 上方的压力是这一坨 这是三千五百点附近 今天已经成功站到三千四百点上方 这个是谁想都不敢想的 那么这三千四百点上方 你说是不是这一些人 一路踏空五百多点 为什么 不就是没有自己的交易体系 或者是说 自己的交易体系不完善吗 交易体系要想完善呢 首先要设好支撑位 那么设好支撑位 怎么个交易规则 这个古邦也曾经分享过 大家听听就好 那么我们讲今天 就是明天 这个位置会有什么样的压力 这个位置是一个压力 这个压力确实挺大 但是这还不算 我们把这个均线打出来 这里头年线的位置 是三千三百四十点附近 那么三千三百四十点附近 这个位置会不会构成一个 巨大的压力 咱们不知道 以以往的经验说 一般的触碰年线附近呢 都能得拐一拐 半年线和年线六十日线 都挺关键的 那么咱们现在 明天假如要是触及到了 上方的高点 就是三千三百四十点 这个年线附近 捅一下的能不能拐头回来 或者是说 我们现在担心的是 回来之后 回到哪儿的问题 假如回到三千三百七十一点 这个位置撑住了 好吧 那么就继续拿着 你看今天早前的时候 古邦不也给大家瞧了吗 我的策略写在这儿呢 只要不破第一支撑位 三千三百六十四 有效击穿 只要不破这儿 那么我们就拿着 不下车 别被他甩下去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才能 带着 带着仓位一直 干到现在 有的人现在 就是被提前甩下车 那再看这个位置 这是创业版 创业版和上升指数 今天呢 走出了一定的小分化 但是总体上还差不太多 都是一个微型反转 并且尾般冲高 就这么一个节目 尤其今天又开始出现了一个量能上的堆积 这个位置要是不放量不行 但是实话讲 今天的量能不够啊 今天的量能假如要是突破一千三百亿 那古邦就说 好 那这个位置还得加油干 但是这个位置量能不够 不够怎么办 我们就看明天这个压力位 三千三百四十点 怎么样的击穿它和捅肉 或者是怎么样的往下拐 好了 我是古邦 喜欢的加关注 明天早间呢 我们有早播报 我会把今天尾盘的一些消息 包括G7那边峰会 他们起什么幺蛾子 对咱们那边有利有不利啊 还有就是在碳中和方面 就今天咱们碳中和长得这么好 或者是说新能源 或者说就光伏等等长得这么好 跟那边也有关系 因为G7也有一些个正能量的东西啊 这个咱们得承认 他们像摆这些个 什么燃料车呀 包括新能源车呀 包括一些个 所有的就是跟大气有关系的 就这些东西呢 他们也在努力的向上推 一些个节能减排什么的啊 所以咱们这儿 今天的这些清洁能源呢 新能源呢 包括光伏啊 才能够歌舞升平 这个是有正向的 不都是坏的 所以明天早间 我会把咱们内部的消息 和外面的消息梳理好 再加上这些个支撑位呀 还有说算法 精算之后 明天早晨 白早播报 分享给大家 好 朋友们 明天早播报 见